你講話其實是買大支嗎? 你講話其實是買大支嗎? 我講話很大,我耐克風好像沒有壞掉了,要修理吧 很討厭 Apple要耐克風? 你站在那邊也站好 我生意本來就很大啊 我只是不想要用很多的力氣而已 蛤? 好,來,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又講到了影響摩擦力的因素 這你不用擦,我幫你複習一下 影響摩擦力的因素,第一個叫做正向力 第二個叫做接觸面積,對不對? 對 面積我用英文好不好? A-R-E-A,接觸面積 好,這你不用擦,你昨天超過了 什麼叫做正向力? 正向力就是與接觸面積垂直的力 是不是? 是 是 昨天是不是有講到這個書櫃? 對 很多書 然後上面有很多書 有很多書的時候好不好推? 不好推 不好推,為什麼? 因為書是不是會有一個所謂的正向力? 對 是還不是? 是 那我如果把書拿走了是不是就比較好推啊? 對 對 所以正向力有分多跟少 正向力如果大的話,摩擦力就會比較大 正向力大,摩擦力就大,正向力小,摩擦力就小,有沒有問題? 沒有 再來,接觸面積如果是粗糙的,摩擦力大還是小? 如果下面是放 如果下面是放地毯 下面放地毯好不好推? 不好推 所以粗糙的話摩擦力大 那如果是光滑的平面 摩擦力小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沒有問題? 老師,上次說真的嗎? 如果那個柱子一個橋放在那邊光滑的地方 它就會這樣子 那這要假設它沒有摩擦力 它就會一直跑 天涯海角就一直往前跑 可是沒有實驗過怎麼知道整的? 以理論上來說不用實驗,我們就可以退估它那個結果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東西是完全沒有摩擦力的啊 我只能把摩擦力變得很小很小 好,我昨天是不是有講生活中摩擦力的應用? 是啊不是 有壞處 我昨天講到壞處對不對? 好,壞處有些人聽還是不太懂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的講一下 第一個,壞處的話 我們說了摩擦力會產生什麼東西? 熱 熱 然後熱會怎麼樣? 散失到 散失到空氣當中 造成什麼? 造成能量的耗損 是不是? 這昨天超過了 來,坐好 坐好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要減少摩擦力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朝正向力來下手 是還不是? 對 我們只要讓東西變輕 比如說車子要往前走 車子如果你要省油的話 你要把上面的垃圾清一清 因為你車子會變輕,正向力會變少 這樣了不了解? 有,有差很多喔 以前我的車子阿 蛤? 我有車阿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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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的車子是小MARCH MARCH耶 粉紅色的喔 好噁喔 我的車子…就是這個 積貴車嗎 MARCH 特別好噁 整台都粉紅色 我看到他們1公升的汽油這樣可以跑 一公升的汽油大概可以跑十公里左右 然後勒,以前大概只能跑八到九公里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一下,我的後車廂超多垃圾的 就是有一些我上課用的書啊,參考書啊,講義啊 然後那些全部都頓在後面這樣,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把那些東西全部清掉,然後一公升就可以跑十公里 為什麼?因為摩擦力變大還是變小了? 變小了,本來很重,後來沒有那麼重 後來變輕了,後來變得比較輕 變得比較輕的時候摩擦力是不是相對就變得比較小? 對 這樣子減少摩擦力就可以減少能量的耗損 蛤? 有啊,這都有超過啊,昨天超到這邊了 然後第二個,你要怎麼減少摩擦力呢? 你必須從接觸面積來下手,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也講到接觸的面積? 昨天講到接觸的面積,第一個上潤滑油 然後還可以丟石墨到大型機具裡面 昨天是不是講到這邊? 然後還有什麼?滾珠,滾輪,然後還有什麼?流線型 這些是不是我們昨天講到的? 對 喔,流線型 好啦 那摩擦力這麼壞 所以我們生活當中絕對不要有摩擦力對不對? 那我們走路會滑倒 如果沒有摩擦力,你走路會怎樣? 就會跟Michael Jackson一樣喔,就這樣滑步有沒有 超酷的 對對對,不用跌倒,你只要腳出力 你就一直往前滑 然後都不會停喔 不可能 欸,這都好玩 不可能的是,所以 摩擦力在生活當中是必備的 雖然它怎麼樣,雖然它是有壞處 有壞處,但是它也有好處 我們一起來超好處吧 生活中的F有好處 對,F的一處在哪邊 我們以正向力來說好了 欸 有沒有看到我拿這支筆 有 如果沒有摩擦力會怎樣? 如果沒有摩擦力的話,它就會這樣子 我要拿這支筆 有沒有 欸 拿不起來 好 不能夾我 蛤? 沒有啊,如果沒有摩擦力的話 我這樣夾著它就會怎樣? 它是不是就滑下來 是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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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拿來夾Apple 給我們看 給我們看 拿下Apple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它可以拿你們去掛 好 你也帶你的來 OK 所以 正向力 最好用的應用 第一個 手持物品 手持物品 你在握我的時候 你是不是對筆 這個接觸面積做一個垂直的力 是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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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著是不是對筆 施一個力量 然後有摩擦力 所以筆就不會往下掉 對吧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喔 好 來 再來 有沒有人去參加相撲比賽的 那個應該有 賴家人 賴家人今天去比賽啊 好,相撲為什麼每一個都要吃得跟米其林一樣 米其林 對啊 這邊都是這樣一層一層的啊 對啊 為什麼啊 因為他們吃得越胖就怎麼樣 正向力越大 正向力越大 對不對 正向力嘛 跟地面的垂直的力量 是不是就比較大 是啊 所以你去日本啊 你去吃火鍋 你可以點那個相撲鍋 相撲 你是不是要相撲鍋 相撲鍋 超豐盛的 你大概六個人去吃都可以吃得飽 那種 然後那個相撲是一個人把它吃掉 相撲鍋會這麼小 蛤 對啊 日本你可以吃相撲鍋啊 相撲鍋 相撲鍋 啊 如果是韓國 你要吃很飽 你要吃什麼知道嗎 不是泡菜鍋 泡菜鍋 喔 如果是韓國的話 喔 如果是韓國你要吃軍旅鍋 什麼叫軍旅鍋 什麼叫軍旅鍋 是他們打仗的時候在吃的 他們把一個鍋子裡面放很多什麼好料都放進去 然後放在一個大鍋子裡面 然後煮完 大家一起吃 這是軍旅鍋 跟我以前的女朋友跟我講的 那台灣人 那以前女朋友 對 你以前的 現在 現在沒有女朋友 欸老師你知道今天有一個人問了你的名字 真的嗎 喔誰 真的嗎 他可以有興趣喔 喔 不錯不錯不錯 這邊可以參賽 好好好 跟他說我非常有興趣 好不好 對啊 這不是你們這兩天的答案嗎 對啊 然後非常有興趣 我大不得今天就跟他見面 好不好 這樣開心嗎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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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 老師 你現在幾歲 然後你出 老師 你現在幾歲 除以二 然後再減十 OK 好 小三的年紀是 男生的歲數 減三十再除以二 對不對 小三的年紀是 對啊 才是幾歲 所以就是小三 藍類的年紀應該 那女小三的年紀應該 我小時候還年紀 小時候還沒出生 就這麼可憐 那六十歲的男生 六十歲的男生 小三比較好 怎麼會 十五 太小了吧 太小了 那我肯背錯公式 我明天再背對的還給你聽 哈哈哈哈 好的 好的 什麼Y等X加B 還線性組合 來 接觸面積有什麼樣子的好處 在我們的摩擦力上面做應用呢 第一個 鞋底的紋路 來 把你的腳舉起來看 鞋底有沒有紋路 有耶 被磨屁喔 穿著就被磨屁 你把襪子拿起來幹嘛 讓我覺得有鹹魚的味道 哈哈 好 鞋底的紋路 你注意看它是不是一條一條一條的 對啊 對啊 欸 你不是有穿Nike的嗎 啊 FORCE你今天沒穿啊 你如果穿的話你會發現那個 有些鞋底啊 你如果穿的話你會發現那個 鞋底啊 我們還有一顆一顆圓球的 對對對 這邊是一顆圓球 然後這邊都一條線一條線一條線 然後這邊 圓圓的一條線一條線 對不對 這是拿來幹嘛的 裝飾嗎 最好是裝飾 裝飾還踩在地板上 你踩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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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啦 有些是裝飾 但是這些東西就是要為了怎麼樣 增加我去踩到地板的時候 增加它的摩擦力 這樣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了解喔 第二個 第二個 輪胎的胎紋 趕快寫 輪胎如果要跑快一點 那不就好把胎紋 是的 那這樣子就不會 可是在旅數不會冒頭嗎 當然 來 你不要講話我講給你聽 可以 輪胎的胎紋 是不是也是一條一條一條的 對不對 通常你看到輪胎的胎紋 是長這樣子的 不是輪胎的胎紋 蛤 蛤 什麼東西 我去看衝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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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這個是輪胎 你常常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胎紋 這個胎紋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第一個它要增加摩擦力 第二個它會排水 因為它會排水 對 排水 它只要壓到水的時候 就會 水就會朝著這個胎紋 從兩邊這樣健開 對 所以我以前高中的時候騎腳踏車 下大雨 騎騎騎騎騎騎騎 旁邊有一灘水 然後最後一台車從後面這樣過去 長大了之後 我就決定 我開車的時候 我一定要壓那個水 報酬 所以我就開車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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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然後就看到我學弟騎腳踏車騎過去 嘿嘿 你死了 然後就在後面那邊等 你就會開得很慢 等它 等它騎到 跟那個水灘並排 然後就家族的優惟往前衝 結果他要超聰明的 他聽到一台車從後面往前衝的時候 他怎麼樣 他當下把腳踏車丟了 就往旁邊跑 現在這是你嗎 當然不知道啊 好 再來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廁所裡面 家裡如果有阿公阿嬤的 記得幫他加一個止滑墊 記得幫他加一個止滑墊 真的喔 欸 家裡面如果有長輩的 你一定要加一個止滑墊啊 我要很同意感 老人老夫 感冒我們就傳一下 就這樣做 對啊 對啊 他有些身體很好 可是可能跌了一跤之後 他身體就再也好不起來了 他可能跌下去他沒受什麼傷 可是他身體再也不會那麼硬朗 不會那麼健康 所以這要特別小心 甚至在 很困難一下 甚至在那個什麼 廁所裡面加那個阿 扶手 有沒有 你們家有沒有加 不是阿 這是給他扶的阿 好 再來 棒球選手 會穿釘鞋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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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喔 釘鞋 他因為他會踩到那個圖裡面 他那個鞋子是這樣子 注意看 他鞋子是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釘子 他如果踩到土上面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 刺到土裡面 是還不是 他刺到土裡面 這樣走 是不是很好走 因為他會咬住那個土嘛 就很像你用一個爬子去爬那個土 抓下去的時候是不是很難拔起來 為什麼 是不是有魔鬼 謝謝 謝謝